为了促进亲子间的亲密互动 综合区公所于26日星期六上午 举办去把宝宝游乐园活动 邀请各位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同乐 不仅增进宝宝的体能 并能促进家庭和乐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已经是 人口化 人口已经是少子化的一个现象 那政府有很多的一个很好的措施 包括我们新北市 有一些像生育补助啦 还有公托等等的政策 那我们今天公所这边也配合 这个市府的这个政策办理 今天有这个宝宝爬行购 那我想只是在这个 整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市民同胞 有一点点小确幸 那今天我们有办的活动 有包括爬行比赛 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压压老师 来跟我们做一个带动 那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 促进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个互动 宝宝一步步向前爬 认真的模样十分可爱 活动除了举办爬行比赛 还特别邀请幼教老师带动唱 以及可爱的布偶与亲子一起同乐 办这样活动非常的好 因为有我们公所来主办 那鼓励一些爸爸妈妈 把小朋友带出来 那最主要就是亲子互动 还有爬行 对小朋友小baby的话 他的身体平衡非常的好 那等于说给小朋友大家一个活动空间 亲子报名相当踊跃 中和区长柯庆忠表示 政府积极创造鼓励生育的环境 除了提供完善的供托中心 及生育补贴之外 为了增进亲子间的互动时间与活动空间 特别举办此次活动 也希望借由活动吸引父母亲共同参与 营造家庭和乐的温馨气氛 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导